卡西尼探测器拍摄的大红斑,及其周边阴带,维基百科电影《流浪地球》中的木星是一头怪兽,六年的刘起和爸爸刘培强说,他发现木星上有一只眼睛,爸爸告诉他,这只眼睛是一个大风暴,而当地球来到木星身边,木星笼罩整个天空时,这个风暴真的就如一只怪兽的巨眼那样俯视着一切,似乎打算把地球一口吞掉。 这个大风暴,其实就是著名的木星大红斑,电影暗示我们,在几十年后的未来,大红斑依然存在,当然电影只是艺术虚构,但这个太阳系最大的风暴,的确非常长寿,它至少已经在木星上存在了几百年,虽然近年在缩小变淡,但是自人类通过望远镜发现它以来,它就一直没有消失过。 旅行者一号探测器拍摄的木星大红斑,为彩测,维基百科旅行者一号拍摄的木星大红斑,及其周边云带。 维基百科诸诺探测器拍摄的木星大红斑。 NASA用旅行者,一号接近木星过程中拍摄的照片连接而成的动画。 维基百科诸诺探测器拍摄的大红斑细节。 NASA大红斑的内部结构相当复杂,其大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 最大的时候,宽度可达四万公里,通常则维持在两万五千公里左右,足以把地球吞掉。 大红斑外围气流围绕中心,旋转一圈大约需要六个地球日的时间。 大红斑为什么是红的? 科学家还没有得出定论。 但有的科学家认为,可能与它的顶部比较高,受到了更多的太阳辐射有关。 木星上的风暴远不止大红斑一个。 木星被称为风暴的花园,作为一个气体巨行星。 虽然其主要成分是宇宙中最新的元素氢,但因为质量大,巨大的压力,导致其内部产生的热量非常多。 在内部热量和太阳辐射的共同作用下,木星大气处在持续的强对流中。 木星上的风速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数百公里。 气流成分的差异,温度的差异,运动方向的差异,风速的差异,以及高度的差异, 导致木星大气变得五彩斑斓,却在与赤道平行的纬度上,形成鲜明的云带。 气流交汇处,则出现了一个个大小个异的气旋和反气旋。 这些风暴,都是木星之眼,朱诺探测器拍摄的一系列木星云层照片。 照片经过后期增强处理。 NASA,这是直径约8000公里的反气旋OVA,其位置在大红斑下方。 和大红斑一样,它也是反气旋。 这个白色的风暴刚出现的时候也是红色的。 但近年却褪色了。 这张动态图,是由九张朱诺探测器拍摄的照片,连接在一起制作而成的。 反映了这个风暴,在半个多小时内发生的变化。 NASA,悬停。 在木星云带前方的木卫一。 如果换成地球。 景象可能也差不多。 但是地球要比木卫一大。 维基百科。 维基百科。